好,欢迎大家各位朋友,今天进来听我们这个关于supplement, 如何去选择你应该吃的supplement的分享。 我是Alison,现在有些朋友还没认识我。 Aki正在进来,我们就等她一会儿加入, 再加入我们的talk, 我就有个powerpoint,我现在先去powerpoint。 好,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大家,就是you are what you eat。 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反映我们每一天吃的东西。 如果我们吃得很健康,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健康的,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吃得很不健康,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很不健康。 这个是很公平的,即刻反映到的东西。 那我们外在怎么保养呢? 我们现在在座很多女士, 女士通常都会很注重自己的外在保养。 但是呢,会不会很多时候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内在健康呢? 我们只顾着在外面扮美,但是没有理解里面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因为里面如果不健康呢, 其实呢,就会令到我们的样子, 完全就在我们的皮肤那里,就会表现出来了。 咦,Aki是不是进来了? Hello,是呀,不好意思啊。 刚刚回家,回家。 我们回家,先放Aki做Spotlight。 Kellie,能不能放到Spotlight在Aki? 我按了,看看能不能看到。 麻烦你了。 我按了,看看能不能看到。 不知道呢,那我继续吧。 嗯。 是的,如果我们吃得不健康呢, 其实就直接在我们的皮肤那里反映出来。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哎,其实我做很多护肤的, 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我的朋友那么漂亮呢? 你的皮肤。 那一来可能真的有一些天生的问题, 但二来呢,也都很可能是你自己的健康, 内在健康呢,就会影响到了。 那我们这里看看吧, 其实外在健康呢, 我们是可以用很多Skin Care, 面膜,化妆, 可以令我们外在保养得好一点的。 但是其实内在健康呢, 有很多东西都会影响着我们的。 例如情绪, 我们作息时间, 有没有经常都喝酒, 吃烟, 我们的食物吃得好不好,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内在健康的。 那我们的健康基础呢, 其实很简单的, 是一二三的。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们食物的种类选对不对, 饮食的方法。 其实呢, 健康, 早餐是很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Skip早餐的习惯呢? 其实呢,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以前, 都很流行Skip早餐的。 因为这个, 我多睡几个字, 早餐不是很重要的, 只是我熬到去, 吃饭的时候才吃。 其实呢, Skip早餐这个呢, 已经第一样东西, 是一个不健康的习惯。 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 譬如煎炸东西, 这些精製过的食物, 咖啡, 茶这些, 全部都是不健康的食物种类, 或者饮食的方法。 早餐都是不健康。 但是, 我们很多时候, 又滋而行难。 我们明知道炸鸡不健康的, 但是我们经常都很想吃。 明知道午餐肉是不健康的, 但是, 总是有些人又想去吃。 是不是? 明知道咖啡是不应该喝那么多的, 但是呢, 每天都要喜欢抱着一杯咖啡。 所以呢,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知道, 但是呢, 做起来是很困难的。 那, 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到我们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想做到, 每天要吃齋, 吃得很清, 就是清到很沉悶,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到手呢? 其实都有的。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另外, 三个习惯, 其实喝水很重要的。 喝水呢, 大家喝不喝得够呢? 我是第一个喝不够的。 我真的要很努力地去喝水, 我都问谁喝得够, 是真的喝不够。 其实, 喝水和水的质地很重要。 其实最好呢, 我们是可以喝水。 嗯。 我常常推介朋友, 就说, 有一种叫Folfic, 但我今天不是特别想推介哪一种牌子。 但是呢, 这种Folfic的水, 是对我们人体需要的, 有的抗物质里面是很丰富的。 亦都很平衡, 很适合的。 所以大家呢, 可以的话, 可以喝水, 可以的话, 也可以选Folfic, 这种牌子, 或者其他的水都可以的。 那, 运动呢, 运动也很重要。 运动, 不如Aki你说一下吧。 其实运动呢, 就不需要说, 一定是很确实, 人人都一定做那样东西的。 现在, 譬如潮流很流行的, 那, 一天给自己, 大概, 三十分钟。 这个, 很理想化, 但是, 我相信, 都市人是很难的。 那上次, 其实有些事情就是, 譬如, 搭地铁的时候, 有电梯, 或者有电梯, 我自己都会的, 尽可能, 有时会走着楼梯。 这些很简单的事情, 在生活上, 你知道自己没有可能, 抽到三十分钟, 每天做运动。 那你就会, 比如, 搭地铁的时候, 试一下, 一条楼梯是要走上去的, 就不要搭电梯上去。 那, 其实, 最理想的, 就是做三十分钟, 但是, 如果不可以的话, 一个星期, 其实做两至三次的运动, 那可以是夹杂带阳, 或者是拉筋的运动, 已经是很够。 还有, 是不是一定要说, 好像有些人喜欢跑步, 那样, 其实是不需要, 一定是跑步的, 其实走路,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来的, 那如果, 可以吃完饭之后, 拿去留下, 如果有养小宠物的, 可能是放下狗, 这些都其实, 比自己多动作, 已经是运动来的了。 是的, 谢谢。 接着呢, 作息饮食, 作息睡眠习惯都很重要的, 其实呢, 最健康呢, 就是晚上十一点之前, 就上床睡觉了, 因为十一点呢, 如果有这个, 中医概念的朋友都会知道, 就是我们的肝脏呢, 是去一个排毒的时间来的, 那如果在那个时间, 我们已经可以是, 睡着了觉的呢, 这个是最理想的情况, 那大家呢, 这个都要努力一下了, 我知道我们香港人呢, 就很多呢, 就夜睡啦, 没有十二点, 一点, 两点都不上床的,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注重健康呢, 就一定要十一点, 去给个目标自己, 十一点就上床睡觉了, 其实十一点就睡着了, 所以就要十点半上床睡觉, 那大家这个要努力一下了, 另外我们说营养吸收, 就是我们每日身体所需啦, 我们每日吃的东西呢, 够不够我们的身体所需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了, 这个刚才说, 喝水习惯, 其实呢, 每一日呢, 大家呢, 要知道我们喝的水要多少呢, 其实呢, 就要你的体重, 随二, 乘三十呢, 就是你每日需要喝的毫升啦, 就是譬如你一百磅的话, 就是这一百磅很轻啦, 那就等于, 随二等于五十啦, 五十乘三十, 就是说你每日呢, 就要喝一点五磅水, 那如果混了是茶, 咖啡呀, 汽水呀, 果汁呀, 那些都不算的, 我们是讲的是清水, 即是纯水, 要喝一点五磅, 那大家如果是重过一百磅的, 那你一日有没有喝超过一点五磅水呢,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来的, 如果你喝不够呢, 也都会在你身体的各样健康状况那里反映出来, 有很多很多的影响的, 所以大家呢, 而且如果你喝够的水呢, 也都会帮助到你瘦身的哦, 瘦身的哦, 所以如果减肥第一步呢, 也都是要喝够的水, 那所以大家很简单, 第一样要做的呢, 睡得够, 喝够的水, 这个呢, 已经两样, 还有做运动, 做运动难一点啦, 是不是? 是的, 我们开始比较容易一点, 你睡觉睡得够, 喝水喝得够, 这两样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厉害了一半了, 跟着现在我们就看看, 吃东西啊, 其他各方面了, 那说完吃, 吃得又要瘦得呢, 是不是才健康呢? 那如果我们平时, 腸胃不太好, 经常都会有, 很容易逃瘦啊, 或者很难去厕所的问题呢, 其实这些都是不健康的, 那我们就, 看一下, 其实呢, 我们每一天去厕所, 其实我们, 如果是妈妈那些呢, 都会有经验, 以前呢, BB仔, 你的小朋友BB仔的时候, 你会不会记住他呢, 一天去多少次, 便便的? 接着, 那些便便是什么颜色的? 你会不会记住? 即我是会记住的, 小朋友BB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他便便多少次呢, 其实呢, 健不健康? 其实呢, 大人都一样, 我们呢, 每一天都有便便, 或者每一天, 起码有两次便便, 这个才是健康的喔, 接着呢, 你的便便呢, 你排完之后呢, 其实你要看一看他, 你不要太厌恶他, 但是你不要太厌恶他, 你要看下他, 因为你要看下他, 他什么样子的, 如果他的样子不对路呢, 其实都反映了你健不健康的喔,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便便的图画啦, 如果你是, 像这个type 1那样, 一粒一粒的呢, 其实呢, 你可能是, 是, 整天会, 去不了, 排不了便, 或者你喝不够水, 或者你吃的fiber不够, 所以你排便, 排得很辛苦, 是整天会有便便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type 1, 就是一粒粒仔, 这样变出来的, 接着第二, 就可能一个, 少少像提子, 一粒提子, 那这个呢, 都是有少少不够水, 的表现来的, 都是有少少的便秘, 但是就好过type 1, 那最健康呢, 就是type 3, 和type 4, 就是一条长的, 肥香腸, 或者长香腸, 这些呢, 都是很健康的便便, 那我们最理想呢, 就是要我们每一天的便便, 都是要这样的样子, 如果你不是呢, 你就要努力一下啦, 那接着呢, 5,6,7, 都是不同程度的, 有少少吐射, 那肚射, 那肚射, 什么令到你会, 那便便不能吃营呢, 其实也有很多因素, 也都表示到, 有一些的营养, 在你的身体里面, 是不足够的, 那这些呢, 你又要注意一下啦, 我曾经有个朋友呢, 告诉我, 他是很容易肚蛤啦, 还有是, 每一天, 是少少东西, 他就要肚蛤啦, 那是, 一天去很多次, 但是这一天是不漂亮的, 就是6, 7, 那样的, 那分别有两个朋友啦, 有一个呢, 是吃了一些食物酵素, 就是一些食物酵素, 那就有改善, 另一个呢, 就是喝了我们有一种, 推介的几指汁啦, 那呢, 也都即刻, 喝了两天左右, 已经即刻有改善, 那所以呢, 其实这些呢, 是反映你身体里面, 有一些营养呢, 是不足够, 才会变到那些便便, 是那么, 那么, 水流质的, 那所以这个, 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啦, 那你的便便呢, 其实是说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听的, 那我们, 好了, 就看回, 其实我们健康的食物, 健康的长度, 就等于我们有良好的营养, 那所以我们看看呢, 我们吃什么, 吃什么, 就知道我们其实呢, 有没有良好的营养, 和健不健康啦, 那很多朋友说, 哎呀, 我很健康的, 我平时什么病, 什么痛都没什么的, 那我是不是其实, 不用吃营养补充品呢,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呢, 早于20年前, 在哈佛大学, 已经有一个讨论, 就告诉我们听, 现代的生活呢, 世界的食物呢, 一般, 一个大人呢, 已经不能在他的正餐里面, 吸收到他所需要的所有维他命, 那所以呢, 每一个成人呢, 都需要服用营养补充品呢, 去补充他每日的身体所需, 这个是20年前, 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父母, 父母, 父母, 父母那些又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因为其实就是很简单, 因为在1950年, 我们找了一棵菠菜做研究, 那这个菠菜, 其实就代表我们现在很多植物, 农作物, 其实同一棵菠菜, 在1950年含的维他命C, 是有150mg的维他命C, 去到1963年, 同一个份量的菠菜, 其实已经只剩100mg, 100毫升而已, 1982年, 就剩63mg, 1994年, 更害怕, 剩13mg, 即是等于十分一, 我们父母年代的维他命C,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因为我们的土壤被破坏, 即是在同一个土地上, 不停地种植物, 那土地会被植物吸干所有的营养, 再在土地中种出来, 营养已经少了很多, 环境因素, 空气污染, 水的污染, 还有可能有一些商人提早收割, 还有我们烹调, 加工去煮这棵菜的时候, 可能煮过太久了, 那都会令到那棵菜的营养是少的, 那在多年多年来, 加上这种种因素, 就会令到同一棵菜的营养, 就比以前很多, 所以在我们的所有食物里面, 都有这个状况发生的话, 就等于我们现在每一天, 吸收食物里面的营养, 其实是很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其实都需要吃营养补充品去补充, 那我们特别今天是想介绍 Young Living 的营养, Young Living 有很多很多营养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想介绍 Young Living 的营养呢?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 Young Living 的营养是完全在食物里提煉出来的, 是一点合成的成分都没有,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吃营养是每天吃的, 日积月累地吃的, 如果我们的营养里面有一些对我们身体 不是很健康的物质在里面, 我们每天吃它下去, 那个不健康的物质就每天在我们的身体里累积, 那变成, 你本来吃营养补充品是想健康一些, 但反而你吃了一些不健康的营养补充品, 可能就令到你加强你的不健康, 那这个不是我们想理想的发生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绝对不要这件事, 所以 Young Living 的营养补充品, 全部在食物里提煉出来, 就是等于我们吃多些不同种类的食物, 那就不会有这个担心了, 另外它就是加了精油去增强这个人体的吸收, 我们叫 Bio Availability, 就是生物利用度是会令到它高很多,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咦, 精油加下去很害怕, 吃不吃得呢? 那其实呢, 一般如果你在街上买的香薰油, 是不能吃的, 但是我们加入去的这些精油, 就是没有用任何的方法去提煉出来, 全部没有添加, 只是用压力, 热力, 水, 去提煉出来的, 所以这些精油是可以被人体吸收去吃的, 就等于你的橄榄油, 花生油, 都是油来的, 都是在植物里提煉出来, 但是可以吃的, 所以这是有一个分别, 所以大家就, 我就劝预大家去, 如果要食营养补充品, 一定要选择这些类型, 是一定要完全在食物提煉出来的补充品, 才是安全的, 那市场上的绝大部分的营养补充品, 很多很多都是合成, 或者是部分合成的, 那我今天呢, 其实我不想讲太多市面上其他的东西是怎样的, 但我想给大家一个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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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呢, 我没有抄过来, 不好意思, 可能是后補小资料给大家, 我刚才呢, 找了一只, 擅长的充品, 想和大家看看的, 那里面呢, 是有很多的合成的成份, 那变了有一些, 甚至乎是有可能致癌的, 那其实如果你食一只充品, 是每天都吃下去的, 你是絕對不想有一些成份 就算是或者可能會致癌的 你也不想 還有剛才我臨開始之後 我之前很快地搜尋了一下 善存的multivitamin 究竟多少錢一盒呢 我看到一個是200粒的multivitamin 每天吃一粒而已 200粒其實可以吃到差不多半年 但那一盒維他命是300元 300元吃到半年的多種維他命 大家覺得是否一個合理的價錢呢 我覺得太便宜 應該是令到你有點擔心的 因為貴的東西 我聽過這句我覺得拍攏手掌 所以跟大家說 貴的東西不一定好 但好的東西一定不會便宜 大家同不同意嗎 很容易 超同意 是啊 我真的超同意 這句 所以如果那個合理是300元 可以吃到半年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究竟他對於你的健康 是給你多少東西呢 嗯 或者大家看那個標籤 有一件事 其實剛才陳姐也有說 其實Synthetic那些 如果你 我記得上次 阿醫師教我們看 就是你的標籤 如果你一反開後面 它有很多數字 當然是很多 chemistry 的東西 但你看到所有是數字 通常數字 就是一些合成的 製造出來的成份 是一般的東西 就是不是天然 這樣 嗯 是 我記得是 買個製品 自己反開看看 就算它說是COI 它會有很多東西 當然我們不是課家 不會選擇所有的東西 但你看看它們的成份 由多至少 它這樣排列出來的 那通常呢 可能就會 一開始的時候 那些是一些 擺前一點的 可能都是一些 號碼 或者是一些 其實是一些標籤 來的 是他們那些 標籤的標籤 所以那些就是合成的 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嗯 是啊 一會兒 或者有機會 我都可以給回 我做了一點點研究 都是市團的 那一隻的 裡面有些什麼是合成的呢 那我都可以有一點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了 那不如我們就去講一下 那如果我接受了 我要吃薪酪的 那究竟我應該吃什麼薪酪呢 那首先 我們 當我們吃得很健康 但是呢 我們要很 知道呢 其實我們人體 有一些我們很需要的 維他命 和一些營養 是我們人體裡面 不懂自己製造出來 是要吃下去的 就是如果我們不吃東西 人體裡面 是不懂自己製造 一定要是我們從食物裡面 吃下去的 那這兩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維他命C 和必需脂肪酸 即是 essential fatty acids 那就是 在營養補充品裡面 這個就是維他命C 和奧美加三 那這兩樣東西 是我們身體自己不懂製造 但是我們身體很需要的 那所以呢 這兩個食物 是大家 起碼 你就算什麼都不吃 就是我說營養補充品 什麼都不吃 這兩樣東西 其實你額外 都要吃多些 食物去補充回去 因為你想想你自己 每一天吃的東西 足不足夠給你 每天都去吸收得到奧美加三 會不會每天都吸收得到 足夠的維他命C 就是我問一下 你今天吃了多少菜 今天吃了多少水果 你自己答一下自己 就是一般人呢 是吃菜吃水果都不足夠的 那所以呢 那這兩樣呢 大家是必須要 在你的營養補充品裡面 去補充一下 特別是 那天我們邀請了醫師 來跟我們分享呢 他是一個自然療法的醫師 他跟我們分享 就說其實女士 需要奧米加三 是更加比男士高很多的 因為如果你的身體裡面 不夠奧米加三 其實呢 第一樣會 去提供奧米加三 給其他的器官去享用的 就是我們的女性很重要的器官 就是女性器官 女性器官是有額外的奧米加三 但是如果其他身體裡面的器官不夠呢 他唯有他就分出來給別人用一下 但是呢 就會損壞了我們的女性器官 所以他就說大部分的女士 有女士婦女病那些呢 就是婦女器官病那些人呢 其實很多呢 都是奧米加三不足夠 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呢 奧米加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了 另外一樣呢 就算我們吃得很健康呢 我們在加熱 煮食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都會破壞到 食物裡面的維他命C 還有奧米加三的 所以就算我們每天吃三文魚 如果我們煮熟來吃的呢 其實我們都會殺死了很多裡面的營養 所以我們就算吃得夠那些食物呢 究竟我們自己有沒有在途中破壞了它的營養呢 也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 在 除了奧米加三和維他命C呢 有另外一些方面 就是譬如 我體質比較 我酸鹼度不夠不平衡的 那我可能就要補充一些 含葉綠素的食物 又或者吃多些檸檬 去平衡我的酸鹼度的 又或者杞子 零下杞子汁 都可以是平衡我們的身體酸鹼度 如果飲食我吸收 營養吸收得不太好 提議大家可以用一些食物烤素 那長度清潔 長度不健康的 我們應該可以吃一些益生粉 幫助去廁所好一點的東西 炎症也是奧米加三 血管健康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的血管不健康 循環得不好 血管開始收窄 尤其是年紀開始大 可能膽固醇高 也都吃東西不健康 也都會令到我們的血管開始收窄 血管收窄 可以令到我們有很多的心臟病 中風 老的病 都會是因為血管收窄 和血管不健康而影響到的 所以如果要血管健康 我們還是要吸收多些奧米加三 加完蛋白和維他命C 就會確保我們的血管健康 那如果你長度不健康呢 就像剛才那些 你不是剛才塗四五個健康 肥腸或者腸腸 你是其他那些 我就建議大家都可以試一下這三寶 這個是Yunifin裏面 幫助長度健康 三種很使得的 營養補充品 Life9就是中間的孔 就是一個 Probiotic 忘記了中文叫什麼 益生菌 益生菌 麻煩你了 突然沒有閉嘴 益生菌 這個我建議大家 睡覺前睡前吃一顆 還有開瓶之後一定要放在雪櫃 才可以保護到它的菌不會死的 然後Essential Sign 4 就是一個食物酵素 幫助我們好些分解食物 以及ICB Daily 也是一個兇肚開水喝的粉狀 這個也是會幫助你 清潔了長度的垃圾 讓它容易排出來 如果長度 一天沒有去兩次洗手間 排便 排便排得不漂亮 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這三步 另外 自由肌 因為我們平時生活得不健康 可能煙酒過多 睡覺睡得不足夠 壓力大 吃東西吃得不健康 其實各種這些原因 都可以令到我們的身體裏面 產生過多的自由肌 自由肌就會通過氧化去破壞我們的細胞 甚至破壞我們的血管 蛋白質和DNA 對我們人體健康和皮膚都非常不好 怎麼可以補充我們的外礦的自由肌 怎麼可以趕走自由肌呢 就是飲回一些高抗氧化的 或者吃一些高抗氧化的食物 其中一個很好的補充品我們想介紹 就是這個零下雲己脂質 就是剛才也提過幾次了 因為它是會令我們的體質變簡性 和非常高抗氧化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趕走我們身體上的自由肌 接著非常之高營養 含很豐富的維他命和抗物質 可以整體改善我們的健康 和支援我們的心血管健康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非常好的營養補充品 是我們可以每天都去食用的 好了,去到我還沒說今天一個特別優惠之前 大家聽了這麼久有沒有一些問題 特別想問一下 歡迎開咪可以問一問 好了,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繼續說我們今天有一點優惠給各位朋友 因為我們上次請了這位自然療法博士 Dr. Eric Chang 過來跟我們分享關於 怎樣去選擇營養補充品 然後他有一個很好的心腦血管測試 以及看肢測試去幫我們做的 我自己也去做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吃了很多食物的 但是好像我剛才說的食物裡面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究竟我怎樣去選擇 譬如我平時都覺得自己很健康的 我就喝零下和我喝得乖的 但是其他的食物 其實我也有少許摸不著頭腦 我吃一隻,吃一隻,吃一隻 都好像沒什麼特別大顯著的改善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的身體很好 所以我就會經常吃一隻,吃一隻 我家裏有很多食物的,整個食物 但是我每一隻可能吃一個星期 我又轉換另一隻,又轉換另一隻 日子久了,久了 其實可能我不太見,因為我轉換太多 反而我就不見到那些食物在我身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所以其實我們吃食物是對自己好 但是怎樣才吃出一個 我花了錢,但我又想吃出一個好的結果出來呢 所以我自己也去找 Dr. Chen幫我做了一個測試 那 Dr. Chen很專業,他就有一部機 就是這樣的機 我的照片掉了下來,不好意思 那有這部機 是去幫你測試你的心血管健康的 所以他好像有點像一個量血壓的機 伸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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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捏到手很緊 趨脹的 量度你的血壓 和你的心血管流量 那 右邊那個,大家可以看到的圖 就是我自己的報告來的 那看到一點 就是 你看到下面有三條線的 那些就是你正常健康的層次應該是怎樣 那大家看到我的一點就飛了上去 那 以我一個平時都很健康的人 又有食材料的人 我那一點都飛了出街 是非常不健康的 原來我的心血管是 那所以這個我也有幾驚訝的 因為我自己是家裡都有量一下 血壓 那我血壓一向都很驕傲地覺得自己的血壓很漂亮 那誰知道去到這裡量 原來只是量血壓是不夠的 我去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原來我的心血管已經是非常不健康 那所以 醫生當場就建議我會加強去吃 Omega-3 和維他命C 和維他命B 去做健康我的心血管 然後再看其他東西 那當然 排長度健康都很重要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大家 花了錢去吃藥物 都會換回一個很健康的結果出來 那所以呢 Aki 就和 Dr. Chen 談了一個很好的提供給大家 就是 今個月 至9月30日 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 科學 用這個 機器 去做測試 加上體肢測試 混合 加上 Dr. Chen 的專業意見 去告訴大家 其實你身體 是應該去補充什麼 補充什麼補充最佳呢 那你吃完可能六個星期之後呢 其實最好你就再去見Dr. Chen一次 再測試一次 那你應該是會見到一些顯著的進步 那我之前的報告呢 是大概三個星期前見他 那我現在很乖地吃補充 那我應該三四個星期後 應該會再去見Dr. Chen一次 那我之後就可以告訴大家 我的結果是怎樣 那都鼓勵大家去試一下 去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尋找一下 其實你身體是需要些什麼 Aki有些什麼想分享 其實因為 之前我自己 我說我自己 就不吃補充不製的 基本上都 但是我知道要吃的 其實聽過Alison 分享 比如我們的吸收和營養 現在其實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接著我就去了Dr. Chen那裏 做了一個 心血管測試 那我就算多做運動 那所以呢 心血管呢 都有老化的跡象 因為都一百年多了 那他很細心的 他會分析所有 那些 他會告訴你 因為太多營養產品了 那Dr. Chen呢 就會可能告訴你 哇 你現在這樣的狀態 第一件事情 你吃了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說真的 整天都聽到 一隻營養產品 都很好的 沒有一隻 告訴你 是對自己不好的 那但是我不是有一百樣東西 那我就把他放在身上 那但是怎樣才吃得最好呢 那Dr. Chen呢 就會跟我們講解 或者他會說 啊 你現在呢 最需要好像剛才說的Alison 那樣 心血管也是一般的 其實你會搞好心血管 才搞其他東西呢 那我覺得 循步 循步漸進 或者是按步驟班 每樣東西都解決了 就好過 哇 我現在丟一百樣的產品給你 你就吃吧 自己這樣 那所以讓大家都清楚 知道多些 自己身體的狀況 計而去選一些 正常吃的 吃了先 還有怎樣吃 因為我們經常都這樣看 食物標籤 可能就很簡單 一天吃兩粒 吃四粒 這樣 但是其實很多東西 又不是真的就這樣吃的 如果有個專業意見 就會比較好 例如這樣說 例如益生菌 益生菌 我們自己的招指 在說 一天可以吃兩粒 但是我自己 就是不只吃這個數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每次都是上一個 那時候應該是在 美國那邊 就聽過一個專家 是科技師來的 那次的解釋 就是當你的身體 其實都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 好像剛才說 有便秘的狀況 其實你現在這個狀態 腸道都有益生菌 有好菌和壞菌一起 那它的壞菌多些 那你吃兩粒普通的益生菌 其實你只不過是堅持著 這種這樣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是想改善的話 你要吃大量一些 可能如果你是想改善一些 你需要有些東西 要吃多些 那可能是吃四粒 等它的情況改善了 你才回到正常 因為通常的指示 寫的都是很普通的狀況 不是說你出了狀況 就吃那些 而是你普通一個基本人 可以保持健康狀態 要吃的 所以如果想改善一些東西 的話 就需要多一點的意見 所以就由 Dr. Chen 可以給我們多一點意見 嗯 嗯 好了 剛才答應大家 給大家看看 我看過善傳其中一隻 這隻是Sylver Women 給一些年紀大一點的 女士吃的食物 我不是一個醫療師 我不認識所有的成份 但是我自己很快地 立一立 我已經看到一些 我認得非常惡毒的成份 首先 綠色這個Ascorbic Acid 不是很毒的 它只不過是合成的維他命C 我當它可以 不過告訴大家是合成的 然後 然後 紅色這幾隻 都是我看到 認到 是一些 有害的成份 例如 Maldotextrin 這個是會殺害 長度裡面的益痕 剛才Aki 剛才說 這麼努力的 把它鋪滿益痕的時候 你吃一顆 這個multivitamin 下去 其實就是對付益痕 反而幫它殺了 那是不是 大廢周章 就變成會增加長度的不適 以及長度發炎的機會 然後BHT 名字太長 不懂得怎麼讀 但是它對肝 腎、甲狀腺、肺部 都有害 對凝血都會有不良的影響 甚至乎有機會致癌 接著Redd-40Lit 這隻成份 也是含有致癌的合成物質 在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 天天吃這些製品 你說怕不怕? 其實你是天天吃 有些 雖然成份不多 的致癌物質在裡面 但是 是天天吃 天天累積到你的身體 所以 你吃營養補充 等的初衷 是想自己健康一些的 但是結果達到 效果 結果不是 所以大家 選擇你每天吃的製品 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講到這裡 就想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找Dr. Eric 和你做一個製品的測試 看看你應該 給你一個專業意見 給你應該怎麼選擇你的製品 我和阿琪 遲些會放一條連結 在我們的網站 給有興趣的 會選擇 選擇 選擇了之後 我們就會 發出一個聯繫 給你 是怎樣去 約 這個聘請 去見面 好嗎? 你可以直接約 Dr. Eric 我們會發給你 怎樣 給你一個編號 他就知道我們的會員 就會有一個特別的價錢 就是390元 是 因為可以拿到 全面的報告 所以自己也知道 是怎樣 是 Samuel 說得對 市面上 很多都是 Ascorbic Acid 但是Ascorbic Acid 都會 看看它 形成的成分 是什麼 坊間真的不太多選擇 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實就是 大家因為維他命C 就是維他命C 應該好吧 但我記得 你也是分享 有個朋友 他在講 產品 例如 Yung Living的產品 另外還有 另一間直銷公司的產品 還有 另一間 我忘記了 是 衛特健 應該是這幾個 應該是這幾個 我們想說 就是 直銷產品 可能有些人覺得是直銷 但是 是好一點的 為什麼呢 他們真的做了一個 簡單的測試 就是把維他命C 都丟到水裡 另外一隻直銷產品 都不錯 是用到的 Yung Living 也是用到的 唯獨是 維特健林 就是一個 黃色整個 膠在那邊 而這一個 也令我想起一個新聞 就是 那時候有個婆婆 每天都吃維他命C 跟著 有個 好像 有個 有個 膠這樣 要開手術 發覺整個胃 有層膠在那裏 其實可能就是 應該說 吃維他命C 吃多了 其實是自己身體會 排出來的 但是 如果那樣的產品 不是那麼好的話 其實就積在你身體裏 應該是排不到的 應該是 那所以為什麼 那個婆婆就要做手術 就是很驚訝 他說很健康 但是為什麼胃 經常這麼重 還是胃脹 就發覺 裡面有一層膠 卡住在那裏 所以我就想起這兩樣 就是 我們吃維他命C 都要確定它是 真的溶化 或者我們是 吸收到那個營養 另外 另外 我剛才太匆忙了 忘記了 再加上這張圖 在我的PowerPoint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面這個 Dr.Linus Pauling 是兩次的諾貝爾得獎者 他是研究營養學的 他的建議就是說 差不多所有現今的 我們看到的疾病 都是可以 去連結到一個營養不足 而令到某一些疾病去產生 所以無論是什麼疾病 他覺得都是因為一些營養成分 在我們體內是不夠 所以才會引發到那些疾病出來 所以足夠的營養補充 給身體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一個Dr.Alan Greenberg 是一個醫生 他是退休的 他退休之後 他自己研究了很多 核心醫療和營養學 他之後的見解 他之前的職業是一個醫生 但是他退休之後 有時間研究這些事情之後 他就說 除非你有一個大意外 否則他建議大家 最好就是盡量不要去看醫生 盡量不要去醫院 他說因為所有的藥 其實都是毒藥來的 只不過是哪一種毒 等於職業 他們會有ADHD或者自閉症的機會是高了的 這個已經是被證實的了 Tylenol已經去跟他們打官司 是賠過很多錢出來給小朋友 因為是影響了他們 所以作為媽媽的我們 是不是知道有這樣的新聞 都仍然去給Panadol和Tylenol 我們的小朋友吃呢 我就一定不會了 當我把這個新聞和我先生分享的時候 就說原來是證實了他們是賠了錢出來的 為什麼還要給小朋友吃這些藥呢 我老公也問我怎麼辦 病了的時候吃什麼不吃 其實真的不好吃的 我們就要去挑選一些千元療法的方法 去幫我們的小朋友 就盡量不要吃太多的成藥了 我記得那次我們有個Member 都是Corbett的表弟 Gordwyn 他是一個老科研究的在美國那邊 我記得那次一個聚會那裡跟他聊天 我說那你用Young Living給你的小朋友 我說那你就讀西方醫藥的研究 那你會不會有互相呢 接著他自己就笑 他就說這裡我跟你說 每一種醫治藥物 就是藥物 醫治的頭 就一定是可能影響過肝 這個是例子 醫治的一件事 一定是會影響其他一件事 他說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自己導致 所以我就不給小朋友吃藥的 那我解不解答到你的問題 那他真的很軟轉 那我覺得他很軟轉地 解答了我對一些迷思 就是說你們西方醫藥的系統是很好 是不是 那他也解釋了一定是會這樣 那你自己挑選 那尤其是對小朋友 他就說我沒有給小朋友吃西藥 那解不解答到你的問題 這樣 非常解答得到 是 好 今天很感謝大家